台中蔓蔥花大餅的林宏廷 因为儿子林炳泽 罹患罕见疾病骨髓生成不良症候群 每周施打免疫球蛋白 得花费两万五千元 在脸书发文麦炳 引发网友转贴及媒体报导 但是林先生晚谢捐款 靠着麦葱炳一张五十元 筹错儿子看病费用 就大家帮忙 因为之前大家帮忙我 现在换我们去帮忙别人 就是乡亲蛮热肉的 很帮助更多人 其实这个活动大家很帮忙的话 其实社会爱会越来越多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帮助我 帮助我可以治好我的病 现在儿子出院了 得知台东家福中心筹募助学金 2月7号8号两天 带着一家人到台东义卖葱饼做公益 林宏廷的葱饼一张只卖五十元 民众大牌长龙的等候 他卖力的揉面团 撒葱花 忙得很高兴 充满爱与希望的葱花大饼 这两天持续热卖中 许祖珍黄青海采访摄影